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 几位请坐 这是我们村中常吃的野驴肉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口味 没想到村里菜要这么丰盛啊 多谢石长老的顺情 只是在下最近在礼佛 我听说这个高山野驴十分的通人性 我实在不忍心 还是不吃了吧 原来是这样 既然如此 那就尝尝我们村中用冷泉酿的 柔肠玉酿酒 这位少侠怎么不做 石长老 实不相瞒 我这两位小兄弟与我一样 也都在壁谷 这美酒和这美食 实在是无缘了 原来是这样 是啊 确实有点可惜了 石长老 您刚刚说的这个柔肠玉酿 是不是传说中习武之人 喝完就能内力大酸的酒啊 不错 十几年前呢 无意进村的人 发现这柔肠玉酿啊 可以增进功力 所以呢 就招来很多慕名而来的人 可是当他们知道 这柔肠玉酿是用村中的冷泉所酿 便开始抢毒冷泉 砍伐国树酿酒 泉也枯了 树也砍光了 村子也被他们弄得一团糟 他们走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村子的路啊 给堵上了 这些年 只有今日三位到此 便再无人来过此地了 那这冷泉已经枯了这么多年 那这瓶又是从哪儿来 这么多年过去以后 没有人再抢这个冷泉了 所以山中的泉水 渐渐地又有了一些 那村中的客栈 就是当年为那些江湖人所见的 他们走了以后 就没有人住了 所以一直慌着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嗯 哎 石战老 那这客栈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实不相瞒 十几年前呢 江湖那些人 为了抢夺这么一点冷泉 在客栈里头 打了起来 血流成河 都过了这么久了 也没人收拾一下 哎呀 那里面有鬼 村民呢 是打算去收拾 可是谁知道一夜之间 那尸体都不见了 肯定是那些人变的 他们会伤人 所以 谁也不敢进去了 哦 这这既然是这样啊 嗯 那先好我们走得快 哦 对了 当年来这里人当中 可有一人常戴着鬼面具 做阎王打扮 被人称作为 黄泉府主的人 黄泉府主 嗯 哎呀 来来往往的江湖人太多了 过去这么多年了 老身也记不住了 你们是要找人吗 哎 那个人是我 这位小兄弟 一直以来 仰慕许久的一个老前辈 他也未曾见过 哦 哦 是啊 我听说黄泉前辈 也曾喝过这里的柔肠酝酿 我想追寻他的脚步 顺便问一下 哦 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忙 啊 这十日不早了 三位早点休息 明日一早 我送三位出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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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